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诗人永探的西州 这里还有一间近百年历史的老房子 成功旅社 这间旅社现在被改造成全台湾唯一的农用书店 当年要改造旅社的时候 很多西州当地的年轻人都来帮忙 也因此更了解了自己的家乡 以前走过怎样的历史 在年轻人努力打扫之后 没落废弃将近30年的成功旅社 又重现当年风华 有空再来 好啊 再见 拜拜 两层楼的日式老房子 木质窗门 高挂的牌匾 外观上写着成功旅社 虽然是旅社 可是现在这里不住人 而是变身成为全台唯一的农用书店 我们认为说农乡镇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推广的一个据点 是不是有助于不管是农业相关的 或者是对农业认识的一个空间来讲 是不是有正向的帮助 我们也期待说我们自己扮演的角色是说 可以让更多人对农业有兴趣的人 他可以在这边搜寻到一些资讯 这栋建筑物创建于1921年 曾经是医院 是百货 最后变成旅社 建物有94年的历史 50年代台唐总公司从西州撤离 旅社就从此荒废没落了30多年 因为这个门 这道门已经关起来30多年了 那这30多年里面其实就代表说西州过去的历史还有故事是没有被讨论的 我们愿意再投入去开启这个门去清理它 然后去跟它维护它这样子 是因为我们希望说把西州过去的一些历史文化相关的层面去把它提拉出来 曾经风光繁华的成功旅社是檜木和雪泥组成 2011年我爱西州团队进驻扫除累积多年的灰尘 重新粉刷整理让老房子患然一新 它是常常修缮老房子的 它就觉得我们这样做运用很好 因为它说房子木头其实要常常被踩它才不会损坏 因为你可以赶走那些白蚁啊 从下知道有人在这里 当年留下来的时钟 电风扇 热水壶 老家具 甚至是房间的价木表也都完整保存下来 每一个房间都有的那个价木表 那就会分人数去计算价格 这个房间你看它门很小 就有可能一个宽度就差不多 其实房间是后来隔的 因为它为了增加房间数就增加一个收入了 当年台塘总公司在西州设立 带动当地的繁荣发展 老房子保存完整 从二楼的小便斗也能了解过去的历史 为什么会有旅社嘛 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有西州堂厂 那堂厂它交易人口多 出来交易的人大部分都是男性 对所以来住的大部分都是男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二楼空间 它竟然没有女生厕所 旅社现在不住人 开设全台第一家农用书店 贩卖书籍西州在地无毒米 还策划一文展览 带大家重新认识西州文化 像我们彰化有很多的文学作家 或者是一些像陈映老师 他就是我们彰化地区的一个 闽客与文学作家 那我们觉得说 彰化既然这样的一个好土 又好人文的这种东西 可以值得推广 对 那四根条不要小看它 因为它是水泥素材 那水泥素材是在当时候是罕见的 的一个建筑的材料 我爱西州团队不定期举办活动 团队成员还带大家导览老房子 这里变身成为旅客 和在地居民交流的据点 这个是旧书啦 这旧书就是舞者 什么书都没有关系 对 陈丰多年的成功旅社 曾经见证这里的繁荣 现在变身成为书店 让在地人和旅客 更认识西州文化